好,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大灾节的第三天 是2月16号 我们有邀请到黄金火牧师 来非常资深的一位牧师 他来分享怎么样 他所写的那个文章 就是上帝题目是上帝持有难成的事 所要带出来的这个真理 好的,黄牧师 你写这个文章 在几方面我们要去 就让你在圣一层的讲解 怎么样应用 在我们学了什么 然后知道这个真理之后 我们要停止做什么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这个真理是我们在这几方面的改 带来的改变 我们叫态度 我们的观点 对事情人那个方面 还有信念 行事为人 待人处事 还有源于行为 我们用那个 还有最后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列出一个 怎么样的那个行动计划 在什么时候情况 应该怎么样做 好,黄牧师 来,你就这篇文章里面 你到底要带出来 要那个真理是什么 有请黄牧师 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灾节这个灵修 我们是取自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到关于我们上帝 他在创造这个世界漫步的时候的第二天 他只有三节 我就先念一次给大家听 上帝说 中水之间要有虫仓 把水和水分开 上帝就造了虫仓 把虫仓以下的水和虫仓以上的水分开 石就这样成了 上帝称虫仓为天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二日 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湾部 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这是一件事情 在所有所知道的 是最困难 最重大的一件事情的 上帝所创造的事 那么 上帝都把这件事情都做好 那么在这里头 是讲什么呢 讲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 在神里头 其有难成的事吗 我们的上帝就是以行动来证明 在他里头 没有难成的事 这个天所创造的 我们看到上帝都 把它做得非常的美妙 也做得非常的有持续 也把他的整个创造的能力 他那个权柄都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感谢神 在他里头真的是没有难成的事 从那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的就是 上帝他可以做的 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要感恩 因为能够成就万事 在那里头没有难成的事的 因为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 因着这个缘故 提醒我们 停止依靠自己 我们要学习 凡事 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一位上帝 他能够成就万事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 在做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先依靠自己 当我们都不来 当我们做不成的时候 我们才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要我们学习就是 在凡事上 我们都来依靠的 也应着上帝 他能够成就大事 在他里头 没有任何怀疑 难成的事 他能够把宇宙万物 都能够造成 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改变对神的 很多时候那种的怀疑的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在想 上帝可以做吗 我把这个事情交合在 他的手上的时候 我们的神 他真的能够完成吗 很多时候带着这种的 怀疑的眼光 或者是怀疑的这种的心态 我们来看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上帝当他在做他的宇宙万物的时候 他说有就有 他说把它造成 圣经说上帝就把它造出来 而且当神要造出来之后 圣经说事就这样成了 上帝就是这样的 透过这三个步骤给我们看到 他所说的 他就造出来 事情就这样成了 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绝对不要有个怀疑的心 上帝在他里头 没有难成的事 他能够做 在这个四篇 一百一十五篇 第三节里头 也说了这样一句话 四篇 一百一十五篇 在这个第三节里怎么说 但是 我们的上帝在天上 万事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 我们的上帝在天上 万事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 上帝不用跟我们商量 他要做什么 上帝却有他的旨意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愿意只能做 又只能做 圣经说 他随自己的意识去做 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的神 他随随便笨地去做 他喜欢做的 这表示他 按照他这个旨意去行 而且圣经说 他不但能够按照自己的去行 而且能够成就 我们很多时候 有这个医师 想做某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 确保自己 能够把这个事情 能够做出来 一定能够成功 但是在圣经里头 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有他的旨意 他随他的旨意去行 而且必然成功 而且必然成就他所的旨意 能上帝吗 没有的 上帝只有男生的事 没有的 从上帝所行的 让我们来超越自己的信心 我们也学习 来到上帝里面前 来到上帝的面前 对他满有信心 来信靠他 把怀疑拿走 在他面前 来顺服他 来依靠他 用信心 来按照他的旨意 来行出来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真的感恩 因为有位上帝 他把这些事情 表达得非常清楚 他满有权能 他能够 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依靠自己 为上帝 不要人以任何怀疑的心 也愿意靠着主 以信心来行出来 也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就行出来的时候 要让人看到 知道我们上帝的那个大能 其实我们看到 上帝在创造这个 宇宙万物的时候 他让人看到他的大能 而且他所做的 一切 让人看到 我们这位上帝的存在 我们想回到他的面前 来对他的信口 所以当我们 在这个世上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 他也让我们看到 从他的身上 看到我们服务上帝 从他的身上 看到我们上帝那个权能 我们上帝那个权能 也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在做这个主的门徒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 是要让人看到 我们上帝的大能 透过我们所行的 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 所信靠的 我们让人看到 我们的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灵修 在这个大灾节之前 我们来信靠这位上帝 让我们在上帝面前 来学习 依靠他 我们由于能够在万事上都能够信的上帝 以着我们依靠他 顺服他 把星星 开出来 我们要能够信出 上帝 给我们 要信的 在人看来不行 但是因着有上帝的同在 带他帮助 我们可以把这一切 人类不可行的 能够行出来 求求祝福大家 谢谢 好 感谢主 黄牧师呢 就很简洁的 就把这个重要的真理 就是上帝持有难成的事 就把它带出来 也就是教导我们 不要靠自己 不要信靠自己 要靠这个上帝 也不要怀疑 乃是要坚信他 他必然成就 也按照他的旨意行 他神有旨意 他的天比地高 他的旨意也告过我们 我要信靠他 OK 也要我们要 黄牧师呢 也带出来 是什么呢 我们要超念这个信心 能够相信 在这个上帝持有难成的事呢 你看 刚我们有思想 不断的思想 周约思想 这句话里 这句真理 只入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上帝持有难成的事呢 好像摩西这样 还有很多 耶稣基督也是 那么会带来 有不同的那种意念 思想 让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恩 非常 好的一个 一个 讲解 这方面 好 这个 请问黄牧师呢 在超念这个信心方面 是你 你如何去 去 去做呢 怎么样去 超念 对这个上帝 有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 相信上帝 哪里有难成的事呢 持有难成的事 怎么样去 实际的计划 去超念这样的信心呢 请黄牧师 给我们 讲解一下 我个人认为 这个信心上的超念呢 需要实践的 我们都是可以从 小的信心开始 对某样事情 可能不是太困难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靠神 那么从小的 事情看到 神的那个心事 上帝那种的大能 而渐渐加强我们 对上帝的信心 那渐渐呢 我们就对 更大的困难 更大的问题 都可以 更加的学习 来依靠我们的上帝 所以讲 我们都在学习 每次的时间 也不断的 去学习超念 一步一步的 从最小的开始 慢慢的 对更大的事情 更大的困难 挫折 失败 来学习 有这个信心上的超念 好 非常好 谢谢 黄牧师 说真的是信心 好像那个 我们的肌肉一样 你要建立它 你要时间 但是 而且要从小事那边 看到上帝心思 成就一渐渐慢慢的 也看到 亚伯拉罕 怎么上帝带领 也是从小小的一个成就里面 相信 也是 所以这个 这个信心 好像今天我们听到了黄牧师 所讲这句话 上帝持有难成的诗呢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本身 保罗说在罗马书10章14节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你听到这个道 这个道是什么 这个话语是什么呢 就是这句话 上帝持有难成的诗呢 所以我们要坚信这一句真理 这句话 你不断地相信 思考上帝持有难成的诗呢 上帝持有 可能我们要重复这方面 然后呢 我们信念 有了这方面 上帝是没有难成的诗的 带来我们可能 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勇气 我们的前进 我们的这样的 如果我们行出来 依靠神 祷告神 真的是在某小事上 一件事情成就了之后 我们的信心就会大增 所以非常感谢 这句话 就是这个真理 这个正道 上帝持有难成的诗呢 所以黄牧师 非常感恩 你能够带出 这么好的真理 在上帝 哪有难成的诗呢 在人 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赞来走 好 我们请黄牧师 有什么结尾的 要交代 然后呢 就给我们 一个祷告 祝福 好吗 黄牧师 好 我想我们要感恩 因为我们都能够 相信这一位神 他并不是一个 普通的一位神 他在那里头 没有难成的诗 而且他很爱我们 他要常常赐福给我们 他跟我们的关系 不断地让我们晓得 晓得 这位上帝 不是就在天边 他就在我们的 一个最靠近的 最亲密的 跟我们一起 让我们能够 常常享受到他 常常可以 从那里头 看到神 这位大能的神 这位不断 向我们 赐赐爱的一位神 所以我们心中 只有感恩 也不断地来 从他的话语上 来学习追求 为他有更好的认识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在你面前 我们满心地感谢 赞美你 因为你实在地爱我们 让我们看到 你的能力 是何等的高超 你能够在六天之内 能够创造这个宇宙万物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常常学习 用信心来信靠你 让我们远离 对你的怀疑 让我们愿意 在凡事上 都愿意到你的面前 掉在你的手中 让你来引导 帮你帮助我们 就你支付这一段的 在这一段期间 让我们更加的 来到你的面前 来亲近你 谢谢你 让我们以这么好的一个时间 再次的思考 你自己的话语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黄牧师 好 谢谢黄牧师 谢谢大家 好 弟兄姐妹 在神持有难成的事呢 赞美主 好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 主祝福大家